为什么男星都喜欢找玩偶玩 看了他的真实照片后 网友难怪招男人喜欢 在娱乐圈中 大部分明星都有非常高的人员 而网偶虽然资源不是很好 但圈内不少男明星都非常喜欢他 这一点从他参加节目 和那些男艺人之间的互动可以看出来 这些男艺人也公开表示 很愿意跟他一起合作 那么为什么男明星会都喜欢找网偶玩呢 当看到他的真实照片后 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真正招人喜欢了 说起网偶 相信没有人不认识他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最开始的时候资源并不是很好 现在大家慢慢地看到了他的实力 他开始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了 自从他走红后 已经不止一次被爆出 和合作过的男艺人过度亲密的绯闻了 尤其是当年杨幂和刘凯威的离婚事件上 网偶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所以很多人都对他不太满意 但参加了节目明星大侦探后 在该节目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如果我有团队 这些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糟糕 担心多久了 好几年了 我是一个特别不在意颜值的人 特别不 就是我觉得心灵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我自认为还是一个豁达的人 所以很多的情绪 你只能自己去接受 然后自己慢慢地消化和排解 这两年 黄欧的事业也越来越好 不管是谁对他的印象都是极佳 很多男明星都很喜欢跟他一起玩 一起合作 例如胡歌 近东 汪台等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王欧会和那些男艺人关系这么好呢 为什么他们喜欢和王欧一起玩呢 当你看完王欧女士的真实照片后 你就会明白 王欧年轻的时候就当模特了 2003年 20岁的他代表男明参加了CCTV的总决赛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的身材非常好 拥有一双令人羡慕的长腿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五官非常的精致 弯弯的美貌明媚动人 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甜美很自然 要知道 那时候可没有美颜这种东西 王欧真的从小美到大 当时的王欧还获得了总决赛的最上竞奖 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他没有拿到总冠军 只是得到了第五名 这样的女孩对大家来说都是理想的类型 很少有男人看了之后不心动的 这也是吸引男性的主要条件之一 之后的他开始混娱乐圈 他完美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 更让他一跃成为当红的女星 在一档节目中 王欧和明道会以情侣身份相处录制节目 两人还有一段游泳视频 在水中 王欧脸上的妆已经变成了淡妆 展现出了一种清水芙蓉的状态 除了有超高颜值以外 就连牛奶肌肤也如此热火 想象中要更开心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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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到了 你看起来 把我拖起来 而且把我拖得很高 有一个男生 对你的这种保护和呵护 是百分之百的 他先照顾你 再照顾到自己 好 哇 连苏妍都这么漂亮 打扮好后岂不是更漂亮 还有 王欧本人的性格也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生活中的王欧非常耿直 是一个非常直白的女孩子 简称就是女汉子 相处起来不仅不累 反而还很轻松 和她合作过的男艺人都表示 和她没有什么压力 虽然万在形象是个魅力十足的女性 但在男性们的评价中 就是她像个男孩子 而且很讲义气性格也好 坦率好爽 这样的王欧 难怪会和众多男性成为兄弟了 不过她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 希望她早一些找到另一半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停留下来 是